大家好,今天是11月3日星期日,我们继续分析美股,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本期内容对基本面进行跟进,随后分析热门股票 巴菲特轻仓式抛售苹果,美股市场面临股神考验 巴菲特轻仓式抛售苹果股票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第二季度已经减持近50%的苹果股票后 第三季度再次大幅抛售约1亿股,减持比例达到25% 自年初以来,伯克希尔对苹果的持仓量已从9.05亿股骤降至3亿股,降幅高达67% 尽管苹果仍是伯克希尔的最大持仓 但其持有市值已从年初的1743亿美元跌至699亿美元,降幅显著 抛售公事不仅限于苹果 伯克希尔在第三季度竞卖出股票达到346亿美元 这已是连续第八个季度成为股票竞卖出方 除了苹果,伯克希尔还削减了对美国银行的持股降幅达23%,使美国银行股票从第二大持仓降至第三位 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尔自2018年以来首次暂停了对自家股票的回购计划 表明对当前市场估值的谨慎态度 现金储备创历史新高 在持续抛售之下,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飙升至325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较年初的1680亿美元大幅激增 这一现金储备的增加,为伯克希尔提供了更多的财务灵活性 但同时也引发了市场对其未来投资方向的猜测 巴菲特对市场的谨慎态度 巴菲特在今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曾表示 除非能找到风险极低且回报可观的投资机会 否则并不急于出手 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高呼买入美股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巴菲特现在的态度更加谨慎 这可能预示着他对当前美股市场的担忧 经营业绩下滑 第三季度伯克希尔实现运营利润100.9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的107.6亿美元下降6% 利润下滑主要受到保险业务承保收益大幅下降 和11亿美元汇兑损失的影响 然而旗下的汽车保险公司Gecko表现亮眼 承保利润实现了翻倍 巴菲特的投资哲学 巴菲特一直秉持着在别人贪婪时恐惧 在别人恐惧时贪婪的投资哲学 当前他的抛售行为可能正是 基于对当前市场估值过高的担忧 而持有大量现金 则为他提供了在市场低迷时 寻找优质投资机会的可能性 市场估值的衡量 若以巴菲特指标 股市总市值与GDP之比 作为衡量标准 当前美股市场确实算不上便宜 这进一步支持了 巴菲特对当前市场估值的担忧 并可能促使他继续采取谨慎的投资策略 美国大选的悬念与美联储决策 双重因素或将搅动市场风云 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随着美国人投票选出下一任总统 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民意调查陷入僵局 使得投资者难以预测最终的胜者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市场都可能面临短期波动 投资者正在权衡各种政治结果 对长期资产的影响 特朗普交易与资产价格波动 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势头强劲 引发了所谓的特朗普交易 包括美元上涨 美国国债抛售 以及比特币飙升 这些交易反映了市场 对特朗普政策预期的变化 如果特朗普获胜 可能会引发特朗普交易中的获利回吐 如果哈里斯获胜 则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平仓 国会控制权的影响 国会的控制权也将在选举中确定 这进一步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投资者正在评估 不同政治组合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政策主张截然不同 前者寻求降低监管 提高关税 后者则更加支持清洁能源计划 这些政策差异将对不同行业和公司 产生不同的影响 选举结果无法立即明朗的担忧 投资者还担心选举结果无法立即明朗 因为选举结果可能因竞争的激烈 或一方有争议而延迟宣布 这可能导致市场持续波动 货币政策决定的风险 美联储将就货币政策做出决定 这成为市场面临的另一个风险 尽管标普500指数今年上涨了约20% 但几家科技巨头的业绩 喜忧参半 导致该指数在10月底收跌 市场预计美联储将 小幅下调基准政策利率 25个基点 但投资者更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指引 包括央行是否会考虑在未来的会议上暂停降息周期 经济数据对降息理由的支撑 花旗集团的经济意外指数 衡量经济数据与预期的对比情况 目前处于高位 这表明美国经济数据强劲 为降息提供了理由 然而周五发布的月度就业报告 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 显示10月份就业增长几乎停滞 但这一数据受到航空业罢工和飓风的影响 给数据带来了不确定性 美联储谨慎对待前瞻性指引 尽管经济数据强劲 但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认为 前景中仍存在足够多的不确定性 值得美联储谨慎对待前瞻性指引 这意味着美联储可能会保持 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以应对未来的经济挑战 OpenAI的高管说 看好超凡未来 现有硬件即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Chat GPT将赢新突破 AJI实现的硬件条件 OpenAI相近 在现有的硬件条件下 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行的 高管门表示 通用人工智能的实现 可能依赖于当前的大型语言模型架构上的突破 这些突破可能由现有的模型提出 Chat GPT的未来发展 预计到2025年 Chat GPT将具备独立执行任务的能力 这将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 GPT产品线中的AI智能体被视为下一个重大突破 OpenAI计划在未来发布一些非常棒的GPT版本 但不会发布名为GPT5的产品 大元模型基准测试的预测 OpenAI大胆预测 到2025年 所有语言模型基准测试将趋于饱和 这预示着模型技术将有重大突破 Chat GPT的实际应用 Chat GPT已经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例如帮助科学家更快地发现新知识 以及帮助人们找到衰弱性疾病的病因并康复 高管门认为 Chat GPT在软件工程领域的价值被低估了 产品功能与用户反馈 对于用户提出的增加出版商整合 以验证和注册账户的需求 OpenAI表示 会讨论但尚无具体计划 对于文本到图像模型的更新 高管门表示 下一次更新值得等待 但尚未发布计划 用户对Chat GPT的接受度和喜爱程度 超出了OpenAI的预期 尤其是在产品早期版本并不完美的情况下 通用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影响 高管门表示 一旦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他们希望将其应用于加速科学发现 特别是在健康医学领域 对于AI在风险开发过程中增强创始人能力的问题 OpenAI表示 非常兴奋 并认为这将带来总体经济的加速 尤其是对初创公司 产品发布与计划 GPT4O的token上下文字段增加 正在计划中 OpenAI将继续发布O系列模型 并改进常规模型 如GPT3、4、4O等 高管们预计 这两个系列最终会融合 今天我们留下两个字 悬念 好 我们分析一些热门的标的 我们先看苹果 苹果呢 我们昨天上一期节目呢 提到了啊 那么它目前正处在回撤的过程中 无庸置疑 对吧 那么接下来只跌的情况呢 要看的呀 是吧 所以多头呢 稍安不躁 但是它也可以走这种震荡行情啊 震荡行情 对吧 它历史上其实震荡行情还是比较多 但是呢 你要往前看啊 好像也有很多这种深度回撤 比如这一块啊 跌了50%多啊 咱们再看几个啊 也是50%多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巴菲特的持有现金量啊 比年初增加了将近一倍啊 所以 它是一个对未来不确定性 提高到更高程度的一种表现 美股的未来不确定性比较高啊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信他 不能完全信他 好 我们看一下美国国债TLT的表现 TLT维持了一个偏局部震荡的一种感觉 对吧 那么它和后续的大选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都有直接关系 所以大家呢 应该以局部短线波段交易为主 后不要去做这种图表 正来正去的 你看着挺清晰啊 实际不清晰 比如这一块啊 上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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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所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震荡 或者是局部波段啊 比较难 难以去把握啊 这过程非常的艰难 那目前呢 正维持了一个下跌的波段 我们如果是震荡行情中的波段交易者 那你需要把震荡行情的这个趋势线画好 波段的趋势线画好 然后呢 去找一些比较稳健的止跌架构 或者是顶部架构 对吧 你要是多头的话 你就等右侧止跌架构再去做 最好站稳啊 那如果你是空头的话 你要到高位去等 对吧 好 那么现在空头呢 应该继续看空啊 那么当前呢 又出现了一个啊 做空的架构啊 这里有一个低点 这里有个低点 是一个局部的小ABC啊 或者是局部的小双重点 继续看空 但是又往下边 你看 它越纠结啊 所以大家还是看着吧 不要乱做了 Coin Coin呢 处在一个 玄妙的位置 那么近期 特朗普交易相关的概念 都有所回撤啊 也就在这两个到三个交易日啊 有所下落啊 所以呢 临近大选呢 这个资金呢 还是倾向于更为的谨慎 至于大选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谁也不能提前知道啊 对吧 那作为交易者或投资者呢 只是关注市场的这种风险啊 并没有表达政治主张啊 咱们没有啊 咱们这里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啊 主要还是以投资人的这种考虑去看 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特斯拉 他就堵了特朗普 对吧 他实际上已经参与去政治的博弈了 而我们呢 不参与政治的博弈啊 我们是以投资人的视角去考虑这些变化 带来的机会或者是风险 那具对政治感兴趣的去政治频道讨论啊 好 那对Coin来说呢 我们要提防着特朗普交易的一个暂时的停火 对吧 包括DJT那个图表啊 特朗普那个集团那个图表 都是啊 近期这样的一个走势 表面市场近期倾向于谨慎 对吧 至于后续走大牛市 还是走一波大的回撤 然后再走牛市 不确定啊 刚才你看到我们那些新闻中写的都是 不确定性非常多 近期大家不要有特别执着于一个固定的方向啊 是吧 我们刚才留的关键字叫悬念 所以大家 咱们多关注这些新闻的动向啊 看一看K线的一个短期的扰动 就可以了啊 不要过于的倾向于看涨或看空 当然有些图表已经走出熊市了 你就按照熊市的思路去做 你看这个Coin呢 他实际上 你要是把这根黄的圈圈线画到这儿 哎他这有点二次探顶的感觉 有没有 哎他如果啊 在这个黄色的小震道区间向上给一根大阳线 那他就活了 他就处在趋势线上方了 但是周四这天给了一根大阴线 你说巧不巧 他就不给你 不让你顺利啊 所以我们多头呢 一定要注意啊 不顺利的行情有可能反转为熊市啊 不要觉得不可能啊 我们是一切都有可能 大选的结果还都扑朔迷离呢 对不对 更好看这种个股啊 灵活多变啊 这是我们投资人的一个思路 至于你这个政治立场 你肯定不是反正完全灵活多变的啊 你有你的主张 但我们投资这个角度呢 我要告诉你 跟着跟那个政治选举不一样啊 好 LULU目前是维持了一个偏震荡上行的走势 多头上应该把陡峭的趋势线大概化一下 或者是定一个新的直尊点 也就是说压根就没做这个 或者说之前跌下来就一直被套着呢 不管是什么情形吧 我们关注的是当前这个紫色上场波段的停顿的情况 如果出现反向的话要减仓了 对吧 周五这天是大阳线 还可以再看一看 嗯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这个图吧 ARKK ARKK也停顿了 我们之前说啊 他这个在这个位置洗完盘之后有可能往上走啊 但是市场呢 在周四这一天都突变了 对吧 包括美股大盘也是 往下砸了一下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又进入到一种相对的短期或者是短线均衡的一种运动状态 短线均衡一定意味着悲观吗 这问题问出来就告诉你 说不准哈 不确定 这种横盘运动状态呢 就是市场避险的一种表现 这空头他也不敢使劲连着做空 对吧 而多头呢 肯定是谨慎了 那这个谨慎的位置怎么办呢 那就咱们也要谨慎 那跌下来就离场了呀 往上去的话还得做多 是吧 但是我估计大选前啊 今天就三号了吧 对吧 四号五号 周一周二 这晚周三啊 就有一些动向了 那刚才新闻中也提到了 万一推迟公布这个选取结果 那就 那就咱们就继续悬念啊 在悬念一直到大选落地是吧 所以 我们说市场呢 在这种政治事件比较 不确定的情况下 你看市场是怎么选择的 就是展幅波动一下好了 或者说不选方向 对吧 其实不选方向 有时候更容易选空头啊 对不对 因为没有资金去支持他 反倒抛盘会很严重 所以大家还要提防空头回归的可能性 超微电脑 我们说过了啊 我们看一下PayPal PayPal的图表呢 是在财报后出现了一个破位 多头应该等待新一轮下跌啊 回撤给给上车的机会哈 那么按照我们的计划 我们应该等待黄色圈线的右侧 指跌架构再去做啊 不要太急 因为刚刚破掉这个位置 至于他回撤到哪儿 不知道啊 不要猜 BRK我们上期节目提了一下啊 这期那个新闻呢 主要还是从他这种清仓的行为 去反映他的态度 而上期我们主要是把 巴菲特的这个BRK 他的财报的要点 大概说了一下 是吧 他俩有不同的侧重 我们看一下AMD AMD这个 这里 暴跌之后 我们说要离场啊 那么后续周四周五还是下错 他这种走势呢 实际上已经不是健康的多头行情了 已经不算是健康的多头行情了 那么多头就应该提高警惕啊 不要去频繁的做了 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多头也很难去把握住啊 那么再上来再下来什么的 这都说不准了 有人说真倒霉啊 刚对美股抱有点信心 又进入到熊市了 那那你别这么悲观呢 我记得我们在大熊市末期的时候啊 很多人还要看前空的 所以说他们的节奏 永远是跟我们差很长时间啊 那怎么办 坚持来看呢 该变则变呢 半岛地行业整体指数 也是如此的一个走势啊 下周大选周啊 进入到一个关键的决策位啊 是走熊市呢 还是直跌呢 不知道啊 博通 博通肯定也是避险了 这当小下行了 那么这波至少是一波小型回撤了 是吧 没有争议啊 没有争议 我们看一下HOD HOD破位应该怎么样 卖 是吧 他应该是财报导致哈 他和那个PLTR节奏差不多啊 跟PayPal 他们都是差不多财报 所以啊 他们都是卖一点啊 上一轮波段差不多了啊 卖 后续等纸跌架构再说了 我就得大选之后了 我们看一下老朋友 李来 李来 卖 对吧 破掉之后就得卖 不要觉得会怎么样 我们是直勾勾运动行情 可是双向的哦 可不是单向的 他可以反向直勾勾运动哦 不是我吓唬你哦 我可没有吓唬人啊 那个规律都是看出来的 都是有过那些情况 我们才总结出为规律啊 那规律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而不是吓唬人的东西 不管跌多成都得卖 然后再重新评估指跌情况了 是吧 你看啊 周三周四啊 好多K线 好多图表啊 都好像破掉了近期长线趋势线啊 所以美股啊 我感觉啊 短期内还得至少走一波中等偏小的回撤 悲观一点就中等偏大的回撤了 我感觉哈 咱们每天都在变啊 都在调整预期啊 所以大家不要以这个为基准啊 刚才的言论 台积电 台积电 它也是在临界位置哈 大家说是向下破的概率高 还是指跌的概率高呢 我感觉向下破的概率略高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 其实多头已经无力了 你看多头连 连着两个漂亮阳线的情况都不愿意给 特别是在曲线附近 所以呢 下周真的是关键周啊 说走一波熊市好吗 那看你是什么交易者呢 你要是向长持的交易者 那你可倒了没了 那你要是波段交易者 好啊 下来呀 越深越好 越去成 在更低的地位买一个大波段是吧 看你怎么选啊 我们看一下Meta Meta也是在震荡洗盘 刚才我们说震荡洗盘是什么意思来着 市场悬而未决 那么下周大选周非常的关键哈 这个图呢 也是个震荡 对不对 包括这个英特尔啊 有网友英特尔起来 包括这个英伟的啊 有网友说啊 加入道具也没什么了不起 也有可能跌下来 或者说把人家英特尔踢掉啊 也没什么了不起 有些图片还大涨了几倍呢 那肯定的呀 你这说的有可能性啊 你确定吗 你不确定的话 你叫啥呀 对吧 不确定的东西别老乱说 那对英伟达来说 你说他是跳空高开 然后周一往下砸盘的好呢 还是跳空高开 往上直接往上拉伸好呢 对吧 这没准的事 这跳空又怎么样 对吧 很多图片也有跳空高开的 随后往下砸盘的 当然英伟达也可以涨啊 所以不能完全看到一点点波动 就已经觉得怎么样了啊 当然有时候新闻会比较夸张一点啊 标题什么的 但是我们在分析K线图的时候呢 还是中性预期会好一点 对吧 新闻该震撼一点震撼一点 但是技术面分析 咱们还是尊重他的K线的选择 会好一点 不要特别的相信新闻啊 我们分享这些新闻呢 也都是他们的一面之词 我们只是看一看 又在讲什么故事 是吧 不是太信的 最后欢迎大家成为会员啊 会员两块九毛九一个月 就可以看到 每个假日分析的最新牛股分析 高阶会员有更高阶的一些视频 可以看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